我是叫如一芬 然後剛元老介紹過 我是清水人 然後在兩年多前 跑進大甲幼兒園這樣子 然後我現在目前有堅韌教務組長 那我要今天要介紹的課程 就是我們的令草主題 那是我跟余老師一起 我們走了一年半的主題 跟剛才小紅漢班 有一點點不一樣是 這個主題其實你會看得出來 其實他的開始是老師的主導性比較強 因為其實你要問孩子令草是什麼 就跟各位老師應該跟我當時一樣 不知道令草是什麼 那我們從一開始的令草好好玩 走到令、展、長、才 很難念 然後這個過程就是我們今天要分享的內容 等一下報告大綱大概有這幾項 然後我們也會講到我們的瓶頸 跟遇到的問題 然後跟大家做交流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當然他報告的速度可能會飛快 對 那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我們在座談會的時候 大家可以再提問這樣子 好 那我講到我們為什麼選到令草主題 剛才有說過了 就是其實我們一開始主導是主導性比較強 主要原因是 一個是我們的余老師 因為她的婆婆 是國寶級的那個令草的編織的藝師 非常的厲害這樣子 所以她其實深附了一個要傳承令草的責任 然後加上了我這個完全不知道令草是什麼的老師 即使我不知道老師們知不知道令草到底是什麼 我剛來的時候我知道聽起來令草是一個植物 然後她可以從余老師那邊知道說她可以編織 再來我就都不知道了 好 那這樣我們要怎麼走下去 加上我們兩個當時完全沒有自編過課程 可能跟各位在座一樣 我即使來到這個學校之前 我的背景是 我之前有在全美的學校 然後我有在才藝跟教材的學校 然後來到這邊我才第一次開始完全自編課程 所以可能跟各位的狀況有點像 然後我們班30位中班幼兒 那時候我們班是從小升中 然後我進去的時候他們已經中班 小班的時候他們有教材 那我們要怎麼面對家長是從有教材到無教材 要怎麼要去說服家長 他們真的有在學習 而且學到東西 那等下這個過程都會介紹 好 那我們既然已經決定走令草了 那當時我就還是想說 我自己因為從理科出來的關係 都會用一些方式去分析自己的狀況 所以這是SWOT 應該有學過商的人都會知道說 大概優勢劣勢機會跟威脅 那我們當時做了一點點分析 那最大的狀況可能是在於孩子沒有走過主題 他要從無到有要怎麼走 兩個老師沒有自編過課程 怎麼編會不會編不知道 那所以我們當時的定調是課程要偏向教師主導 那同時這樣可能會稍微解決一點點家長的疑慮 就是他們對教材從有到沒有要教什麼 那變成老師主導 我們就可以比較清楚的告訴家長說 那我們現在可能會給孩子什麼東西 雖然這跟原本主題的走向會有點不一樣 但是在起步的時候我覺得這是一個要調適的一個狀況 就是你沒有辦法完全的太理想這樣 那當然就是現在的政策都一直要求我們要走在地化課程 然後我們在考慮說 呃余老師他是有令草的背景 那我因為我剛才介紹我從理科出來我本來念三類 所以有念生物 所以我覺得令草就是植物嘛 研究植物對我來說應該不是太困難 好那我們就走令草 所以決定好之後呢 我們就再分析一下這些內容 那在後來的過程中 我們必須去解決問題 然後尋找資源 好 那我剛才說過老師主導性的課程 可是我們不能告訴孩子說 我們現在要教令草這樣子孩子可能一時無法接受 而且他們會沒有興趣 所以我們就要創造一點情境 我們就在我們教室裡面擺了很多編織 或是跟令草有關的東西 讓孩子先去接觸先去感受 然後我們再透過一個探險的遊戲 讓孩子發現什麼東西可以編織 對 然後我們那時候呢 同時為了要培養孩子的能力 因為我剛才說過他們沒有走過主題 然後培養他們的能力的話 我們必須透過一些方法 所以我們就那時候有一個探險遊戲 分成了不同小隊 小隊裡面有不同的成員 那每個成員呢 有隊長發言人 大力士軍師 植物採集加攝影師 每個小組的分配那個人力 都要去小組訓練 小組訓練回來 他要回來自己的原本的探險小隊 探險小隊再去把這些能力 運用在他們去探索的路上 然後最後完成這張探索單 好 那他們採集回來的東西 他們就要去實驗 去發現 去覺察 這些東西到底可不可以編織 你絕對想不到孩子會把柚子提拿來 然後把草莓葉拿來 然後說這些東西都可以編織 可是怎麼辦 沒關係 拿回來就讓他們試試看 試到後來他們終於發現 有個長長的東西可以編織 然後那個東西就本來藏在學校裡面的 就是令藏 好 那在我 在我們剛才都引發動機嘛 在進入正式的學習活動之前 我有幾個問題要想讓老師思考一下 就是現在可能大家遇到一個困難 就是學習活動應該要怎麼規劃 好 如果你要開一個餐廳 你先想到的是 欸 我餐廳要做蛋糕 做餅乾 做披薩 做冰淇淋 做很多東西 還是你的思考方向是 討論適合的料理 確認需要的材料 是做檢討再改進 製作食譜 先把這個答案放在自己心裡面 然後等一下看看我們怎麼做 那我們走到就是正式進入我們的主題活動 就是令草好好玩 那講到了令草 我們就要去拜訪最認識令草的人 所以我們去拜訪令草的阿公阿嬤 就是余老師的公國 所以我們就在這個過程中 讓孩子認識的弟子去找到這個地方 然後跟阿公阿嬤學習一點東西 帶回來了令草 帶回來種子 帶回來了令草花 然後甚至帶回來一些工具 那帶回來這些東西 孩子們就開始做一些相關的學習 像是編織啊 種植啊 或是把令草拿來做創作 那我們同時帶入了一首令草歌 那它中間的過程 就有令草怎麼開始編織 或者它怎麼處理 那用那首歌 我們就在編織的過程中 孩子就可以就是每天吟唱這首歌之後 他們就更瞭解令草 再來走到生化課程 那時候很特別 就我們以為孩子知道令草了 然後我們其實有一個活動 是我們常常會帶孩子出去散步 然後有新的發現 走到了這個地方 老師們應該都看得出來這是什麼 稻草 對 它一顆一顆結在上面 你看它有一點黃喔 然後我們去散步的時候 小朋友就說 老師那是令草 好 我不能告訴他們是不是 我們就說那我不知道是不是 我把它拿回來試試看好了 跟教室裡面的令草比比看 所以我們就帶回來呢 聞啊 摸啊 聽啊 他們說可以聽那個 耍耍耍耍的聲音 然後聽起來如何 然後編織看看 然後他們終於發現 兩個不太一樣喔 我們的令草哥剛才有講到 裡面有講到說它可以吸水 那我們就有討論到它裡面 其實有個植物裡面有海綿質的問題 所以我們就做了植物的種切跟橫切 讓他們去觀察 對 然後再後來就是比較 讓他們真的去知道令草 究竟是一個什麼東西 那再來剛剛講到種植 我們種植的時候有發生一個問題 一開始令草種在這個保麗龍河裡面 令草是長不高的 怎麼長都長不大 所以我們就要再回去找 問題發生在哪裡 所以我們就再去拜訪一次令草阿公 令草阿公帶我們去他的田 所以我們發現了 我們令草生長空間不夠大 所以我們在別人在過耶誕節這一天 這天是冬至那一年 別人在過耶誕節 我們在挖令草田 對 然後就讓孩子在那一天種下了令草 好 在這個階段的時候我們遇到了 其實這個階段走過來 我們遇到一些領景 但也可能會跟各位未來一樣 就是我們兩個第一次搭班 那第一次走自邊課程 協同教學 兩個人互相配合 那節奏 教學時間如何安排 活動如何銜接都會是一個問題 所以我們那時候遇到的最大一個就是 KK 的狀況就是測量 我們那時候走測量的時候 因為大家可能知道說 而新克剛他有說 測量可以從身邊的物件開始 走到標準單位的測量工具 好 那時候我們的銜接跟討論 就是沒有很順 因為還沒有找到溝通的模式 所以我們就在那個身邊的物件 跟標準測量工具那邊就是左右來回 對 就是沒有找到一個很順的路 所以我們大家時候解決知道呢 就是其實沒有其他方法 可以就是可以 一定會可以 那你只能怎麼樣 溝通再溝通 對 這個問題其實我必須老實說 後來沒有解決 但是它對於課程 就是活動發展不是一個太大的狀況 對 你只要後來你的路 或是你的教學繼續再走下去 其實原本這些東西 都只是一個過程而已 好 那我們走到比較順的部分 大概就是開始從辦演區改造為定草供榜 我們改造了學習劇 應該各位都有聽過田老師 就是他超級討厭 就是每個人辦演區都長得像我一樣 就是娃娃家 娃娃家 娃娃家這樣子 所以他那時候 很 應該說很 很怎麼樣 很希望我們 強烈的希望我們 把娃娃家移開 對 然後呢 我們就聽從田老師的說明 好 建議我們就把娃娃家移開了 移開之後 辦演區要做什麼 天老師希望我們跟主題有關 那我們既然去參觀了阿公阿嬤的家 我們就把阿公阿嬤的東西帶進我們的辦演區 那我們這時候發現說 辦演區增加的工具 那裡面越來越亂 越來越多東西 然後孩子也在我們那個金屋區作品的時候發現 他們其實有開始有一些概念 想要做一些編織的工作室 所以我們就跟孩子討論阿 那要不要來改造 那孩子就想了一些設計圖 所以我們就開始從計畫 設計圖開始 然後孩子都選材料 我們就很像三隻小豬 你看 磚頭 木棍 紙箱 空心磚 什麼都有 孩子想到的都有 我們怎麼辦 其實我們班開放 讓他們全部都帶進來 然後這時候就會有家長私底下傳單說 老師 我孩子雖然說磚頭 但我找不到 我可以換紙箱嗎 嗯 好啦 你跟孩子討論好就好 對 我們只要是孩子想到的 他願意做的 我們都可以試試看 所以呢 孩子就把一堆東西搬來 我們的辦演區堆著 然後這辦演區就會越來越亂 越來越多東西 可是我們還是讓孩子就亂阿 就讓他擺擺看 對 看會發生什麼事 就孩子怎麼搭都搭不起來 這時候有一個家長出現了 因為那孩子回家每天跟家長說 我的房子 我的工作室就蓋不起來 那家長資源就進來了 這家長也很厲害 他知道怎麼配合老師 他不會一開始就用他的方法 因為我們那時候搬來最多指向 他就配合我們這樣 配合小朋友 他從指向開始做 他們很辛苦 做了一個上午 下午十分鐘我們進去實驗的時候 就全部垮了 對 然後我們就討論 到底出現什麼問題 所以我們隔天開了一個工程說明會 就那些進去幫忙的那些小工人 小工頭 他們就出來講說 那個可能是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我們就討論說 那怎麼解決 就有人開始想計畫 我們就把辦演區擴大 然後不要用紙箱 因為紙箱太容易倒了 那個家長再進來 他介紹了一個更適合的材料 竹子 所以我們最後我們的那個辦演區 就改造為令草工房 那這時候老師的角色是什麼 我們有教孩子怎麼做嗎 沒有 我們只是引導他們去嘗試 去錯誤 然後再改善 然後再來發展到這個階段 因為成立了編織工作室 我們其實走令草 最前面有一個概念是我們要傳承 那傳承概念怎麼帶 就像剛才曉雯老師說的 繪本是一個很好的媒介 就我們帶入了這一本編織的幸福 然後讓孩子有一點點傳承的概念 其實我那時候帶入這本繪本的時候 我沒有想到說我第一次就可以成功 我可能想說我可能要很多很多很多的活動 才有辦法引導到傳承的概念 可是我覺得孩子的其實想像力無限 我當他講完這本故事 我問了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要怎麼讓令草編織不會消失 孩子自己提出來他說 我們可以把令草編在一個漂亮的地方 把它做成一個漂亮的東西 或者讓別人編編看更認識 這個令草編織就不會消失 那這個概念就跟我們附近有一個 令草文化館很像 所以我們就帶了孩子去參觀令草文化館 婚宴之後孩子就想說 那我們可以在自己班裡面 成立一個令草展覽館啊 然後我們就參觀的時候呢 所以我們就有一些引導 用人事實地物去跟孩子討論 然後討論我們需要的事情跟準備 好 再來介紹 這比較稍微概念複雜一點的地方 我不知道天老師有沒有跟各位說過 就是PDCA 我們其實在後來走令草展覽館的過程當中 是用這個概念去跟孩子 去走這個那個令草展覽館的計畫 就是計畫執行改善的 檢核到改善 對 那PDCA 它是一直不斷循環的過程 它有分大批 有分小批 然後就是有點複雜 那大批是什麼 如果以我們令草展覽館來說 就是它是一個整個大的開館計畫 那小的部分呢 可能是它的子計畫 就是我們裡面 令草文化館沒有餐廳 所以他們想在我們教室裡開一個餐廳 那我們就有餐廳計畫 然後實驗檢核改善 對 好 那再來大的計畫裡面 我們要怎麼走 我們帶孩子參觀完 參觀之後要回顧 回顧完要對應我們自己班上的狀況 發展可行的內容 然後他們再去找 等一下 我不好意思 好 然後再來就是執行計畫 執行計畫一定 不一定 有可能會發生狀況 發生狀況我們就要去檢討 然後再修正 修正完之後就變成我們最終的計畫 再來是這樣子 好 然後這是我們開館計畫 那時候寫的很複雜 然後花了很多時間 你不要看這簡單一張 可能要走一兩個月 對 然後每個子計畫 這等一下可以再跟各位介紹一下 我們每一天孩子自己認領不同的任務 然後每個任務裡面他有不同的培訓 然後每個小組也有可能會發展自己的培訓手冊 放在後面 等一下大家有時間的時候可以看一下 然後為了要讓我們的令潮展覽館更豐富 所以我們引進了人力跟家庭資源 好 我可能要再快一點 再來我們那個學期中班的學期末 我們因為在走令潮的過程 然後剛好大甲曲公所他有個活動 然後也知道我們在走令潮課程 所以就邀請我們去參加一個走秀 那我們面臨到這個活動 我們的令潮展覽館有稍微的中斷 對 因為為了籌劃這個活動的關係 好 所以我們遇到了第二個瓶頸 就我們課程走得太慢了 你要你要想說PDCA PDCA 每一個課程每個活動都走PDCA 然後就太慢 然後慢到就是我們終身大 我們那時候其實想說怎麼辦 作品還是要發回去 然後我就發回去了 然後升到大班的時候 這個主題要不要走 我們本來想說兩個老師想說算了 反正能力有培養就好了 不要走了 就是不要開館 結果旁邊的人不是我們自己捨不得 旁邊的人都捨不得 就是田老師會想說你們真的不開館嗎 然後小莫老師跟吳老師說你們真的不開館嗎 你們動那麼久 我說啊 好啦 所以我們再調整一下心態嘛 就是我們沒有作品怎麼辦 我們就把自己灌輸一個概念 就一直幫自己洗腦說能力比較重要 然後再來就問孩子 就說老師不要決定 就把問題留給孩子 你們想不想開館 其實這時候老師心裡很想孩子說不一樣 對 但你不能表現出來 然後他們居然說了 要我們要開館之後你就傻眼 對 然後你想說好吧 算了 那我還是跟著孩子的意見繼續走 所以我們要重新從那個頭開始 我們要從 因為要回顧那個經驗 因為孩子過了一個暑假 也才兩個禮拜 全部忘光光 所以我們就帶他們在從立朝文化館開始看 然後在每個培訓計畫開始走 然後從那個我們第一次看中班的下學期 然後到後來開館花了一年的時間 然後終於開成館了 然後我們的這個開館特色呢 其實我們跟可能一般的高工活動也不太一樣 我們整整走了一個禮拜 每天 因為我剛才說過孩子 他是每一天任你不同的工作 所以我們就那時候就決定說 那我們就走一個禮拜 那孩子也有機會去參與不同的活動 所以呢 我們連開館計畫都是用PDC 我們差了邀請函 然後一個禮拜家長總不可能 你每一天都沒有空吧 所以我們家長其實後來全部都有來 只是分布在不同天 其實不要同一天來也好 人太多孩子也會容易躁動 所以我們大概每天一點點的家長進來 然後每個孩子跟人家長做介紹 我們上午開館下午檢討 下午檢討的時候就是分享的小孩 他就說我今天遇到什麼困難 他就可以讓明天可能進行同一個工作 多小孩子知道 然後他就會有一些就是改善 或是就是改變這樣子 然後隔一天再開館 我們就是開館檢討開館檢討這樣子 一直寄錢 再來我們就你知道騙吃騙吃 就做一些作品賣錢這樣子 那小朋友隔會回去跟家長講說 欸 快點快點快點來買 我們要 因為我們那時候跟小朋友講說 有錢我們就可以幹嘛這樣子 然後家長就一直 欸 孩子就一直回去收容家長說來買東西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有賺了一些錢 那賺了錢我們就要算總共有多少錢 算完總共有多少錢就問孩子要幹嘛 他們那時候就請到了 我們有辦員工旅遊跟幫助別人 那我們員工旅遊 那員工旅遊跟幫助別人兩個計畫 那我們就同時可以把錢有均分的概念 這樣孩子的均分很簡單 他就是這裡有一百塊 這邊丟一個 這邊有一百塊 這邊丟一個 這樣就均分了嘛 所以一個一個丟 對 分兩個盒子這樣子 好 然後所以我們就真的辦了一個員工旅遊 但是我們的錢很少 你知道一個人多少錢嗎 一個人 好像二十塊吧 對 然後 只能去附近的公園 他們那時候停遊覽車 去新竹無視力動物園 然後什麼 去阿里山 想說沒有錢沒有時間 到後來二十五塊能幹嘛 我們就做了很多的計畫這樣子 然後一直檢討一直檢討一直檢討 到後來去附近的公園 那二十五塊呢 去附近公園不會花錢啊 那二十五塊拿來幹嘛 他們就再去調查 什麼東西二十五塊可以吃的 對 所以他們就飲料啊 紅豆餅 他們就超開心的 只要紅豆餅 好 就把這個跳過了 那再拿到一部分錢 他們說要拿去幫助別人 我們也希望孩子 有一些感恩跟回饋的想法 對 然後所以我們就讓孩子 其實我們沒有帶他們一起去做 我們把這個作業當作回家功課 對 就是變學習單 讓孩子跟家人一起去做 一開始其實這個 你無法想像這個也要花很久的過程 因為一開始我們沒有想說要做成學習單 我把錢發回去就說 你拿去幫助別人 我們那時候倒是想很簡單 我們小朋友把他拿去送給鄰居的阿公 我就說 送給鄰居的阿公 你我怎麼知道他需要呢 他就也說不出個所以來 所以我們後來才發展了這個回家作業 就是親子學習單這樣子 對 其實教學過程當中 你會遇到一些你無法想像的事情 你也不知道家長在想什麼 但是如果你後來發現自己可能有一些不足 或是沒有想不周全的地方 再回來修正我覺得其實都是OK的 好再來 老師們現在可能遇到一個問題 你可能一開始跟我們一樣 你都會擔心說怎麼走 要教什麼 那我覺得到我現在目前我就會覺得 其實把每一間小事放大 你會教不完 就像我剛才說的 你一直走PDCA一直走PDCA 其實你只有教不完的問題 就是有無限的東西可以教 不會有沒有東西教的狀況發生 再來協同教學的困境 就是兩個老師協同 各位應該都是擺一個半戒兩個老師 那一定都會遇到一些磨合期 可是這時候沒有其他辦法 就只能一直溝通 然後你可能會擔心 應該作品不夠啊 然後家長看不到東西啊 或者什麼之類的 可是就像我們剛才經驗是說 即使我們升到大方 作品都發過去了 東西只剩一點點 可是我們的家長並沒有覺得 這樣子很空 其實他們來都很開心 因為他們看到孩子站在台前 他們可以說話了 他們就很滿足了 所以我覺得其實 有一些擔心其實沒有必要 你沒有事你不知道 反正試了錯了又怎麼樣 再改就好了 對啊 再來你可能會擔心 家長可能希望他學什麼 希望他學什麼 可是我覺得回歸到頭來 你還是必須 老師要清楚自己啊 你到底希望給孩子的是什麼 就像我剛才說的 我們到後來都幫自己洗腦 就是我們要看到孩子的能力 而不是作品 對當你這樣告訴家長 你從哪裡看到孩子的能力的時候 家長也會比較能夠放心 那再來有些老師可能擔心說 每個活動 這個有參加那個沒有參加 那他會不會這個有學到 那個沒學到 可是我覺得必須把眼光放長遠來看 你必須看你的活動性質 有的適合小組 有的適合團體 有的適合個別 對 那回歸到長遠的那個眼光來看的話 你還是需要把眼光放在就是能力的培養 而不是在於當下讓我參與這個活動 他不是當下參與他就有學到 他當下沒參與就沒學到 其實學習它是一個很長的階段 從小班進來或從中班進來 一直到他畢業 對 你到底可以給他什麼 所以我覺得老師自己要有心理和清純 好 謝謝大家